HAPPY HAPPY BABY BABY 唱一條舞蹈蹈腦玩遊戲 Honey Honey 咕哩咕哩 MOMO玩完了 學習好開心 HAPPY搖搖搖搶猜一猜 沒有問題不能夠解開 HAPPY動手交玩個遊戲 從小到晚都充滿活力 MOMO玩完了 MOMO玩完了 越玩越快樂 大家好 我是檸檬哥哥 大家好 我是糖果姐姐 今天檸檬哥哥要和糖果姐姐 以及所有的小朋友 一起唱歌跳舞玩遊戲喔 在唱歌跟跳舞玩遊戲之前 我們先來動一動身體 做做哪身操 跟著我們動一動 動動身體好開心 好 雙面手轉一轉 下面甩一甩再一次 轉一轉 甩一甩 一起來舉手 接著跳起來 加油 好 準備壓一壓腳 好 換另外一邊 加油喔 好 我們走路 好 把雙手舉高 撒鹽巴 丟一丟 丟一丟 好棒 好 打開你的翅膀 歡迎隻腳 一起變大力勢 再一次 打開翅膀 再一次喔 變大力勢 加油… 跑起來囉 好 腳要交叉 一個 兩個 手擦腰 小朋友 做完了暖身操 身體是不是暖活了啊 暖活了 那趕快來跟著我們一起玩玩樂 耶 耶 小朋友 你們是不是常常有很多問題 想知道答案 為什麼太陽到了晚上 就躲起來了呢 摩摩 其實太陽 並沒有躲起來喔 小朋友可以問問看 爸爸媽媽或者是老師 或許你們就可以知道答案喔 現在我們一起來唱跳這首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我的腦袋瓜 總有那麼多問題需要解答 有誰能夠告訴我 能夠告訴我所有的答案 為什麼小小腦袋瓜 總有那麼多問題需要解答 小小小側掌出動 小小側掌掌握 為什麼太陽在晚上 就故意偷偷藏起來 還我們玩到一半 就要接散 天亮才能起來 為什麼我的腦袋瓜 總有那麼多問題需要解答 有谁能够告诉我 能够告诉我所有的答案 为什么我的脑袋瓜 总有那么多问题需要解答 有谁能够告诉我 能够告诉我所有的答案 为什么小小脑袋瓜 总有那么多问题需要解答 小小侦探出动找真相 为什么太阳在晚上 就故意偷偷藏起来 还我们玩到一般 就要解散天亮才能起来 为什么我的脑袋瓜 总有那么多问题需要解答 有谁能够告诉我 能够告诉我所有的答案 一起玩游戏 小朋友 来玩游戏了 耶 你好 到了我生猬哥跟我最喜欢的游戏时间 鸿莽姐姐 今天要玩什么游戏呀 今天我们要带小朋友来认识水果哦 认识水果 水果呢 可口又好吃 而且种类非常多种 有哪几种呢 這邊就有九種 來 小朋友看過來這邊 有很多汁的 有需要削皮 有需要剝皮的 那小朋友 這些水果你們都認識嗎 認識 那我們來看看有哪些水果好了 這是什麼 草莓 那我們可以注意到 草莓是什麼顏色 紅色 所以這邊是一個紅色的草莓 那我們來看看第二張圖片 這個是什麼水果看得出來嗎 梨子 很多汁很好吃的梨子對不對 牛蒙哥哥也很喜歡 來看第三個 這是什麼水果啊 蕃茄 仔細看它的顏色 仔細的觀察 我知道你們距離可能是有點遠 所以覺得是蕃茄 其實還滿像牛蕃茄的 形狀很像 那我們再仔細的看一看 我們從顏色之外呢 你看它的這個葉子上面這個 蒂頭的地方 嗯 柿子 欸 為什麼妳知道它是柿子 因為很像蕃茄 可是你們說不是 所以就是綠 喔 三去法 當初就在想說 到底是蕃茄還是柿子 說不是蕃茄之後 那就更確定是柿子了對不對 對 柿子也是很好吃的水果喔 嗯 好 好 那這個呢 這是什麼水果小朋友們 吃 看看下一個水果 是什麼 蘋果 好 那這個呢 香蕉 而且感覺這個香蕉呢 已經是很好吃的狀態了 好想趕快把它剝下來喔 已經成熟了 對 來看一看下一張圖片 小朋友這個是什麼呢 巴 巴 巴 怎麼那麼開心 佩萱怎麼那麼開心 你喜歡吃拔辣嗎 因為有時候媽媽買回來的 有些是甜 有加糖的拔辣 那你喜歡脆脆的還是那種軟軟的拔辣 脆脆 喔 有你喜歡脆的有你喜歡軟的 檸檬哥哥我兩種都好喜歡喔 拔辣也很好吃 要不要吃拔辣 好 拔辣結束 那隔壁這個是什麼 檸檬 那我是什麼 檸檬哥哥 還好分辨得出來 好 介紹完檸檬 最後一個是什麼水果呢 檸檬 好 那小朋友都對這些水果有一定的了解了 待會就要請你們把它們做配對 什麼是配對呢 就像是呢 柿子什麼顏色的 橘色 橘子 一起配對 沒錯 那如果哥哥翻出柿子要選誰出來 跟他配對 橘子 沒錯 因為他們顏色都是橘色對不對 對 好 那檸檬哥哥呢 給小朋友觀察的時間 把這些呢 水果的位置都記下來 待會呢 就可以通過考驗了 好不好 好 開始看 好 我們趕快記喔 待會會會蓋起來喔 蓋起來就看不到 對 趕快記得 Q面好可愛喔 Q面歪著頭 小朋友記的表情都很特別 好小朋友 都記好了嗎 記 小朋友 好 小朋友 哥哥相信你們 那我把牌翻過去囉 開始 哇 檸檬哥哥蓋起來了 你們還記得嗎 記得 真的喔 哇 你們好厲害喔 待會就看你們喔 我翻完了 煙花姐姐 好 那小朋友誰想聽他挑戰看看啊 好 鮮魚速度非常快 隨機出題 好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水果 蘋果 所以要找出相對應一樣是紅色的水果 第一號 第一號 這什麼水果 草莓 答對了 耶 喔 很厲害喔 好 那換Q妹囉 Q妹 那 你們哥哥選個靠近我的 柿子 橘色的柿子 小朋友想一想 他的夥伴在哪裡呢 四 四號 好 那是什麼水果還記得嗎 橘子 橘子 那小朋友有沒有猜對呢 來看一看四號到底是不是橘子 答對了 Q妹好棒喔 好棒喔 好來看看 下一個水果 好 裴選來了喔 裴選來了喔 裴選來了 七號 好快喔 所以這個是一個綠色的檸檬 那所以它另外一個綠色的夥伴在哪裡 七號 七號是什麼 還記得嗎 綠色的 我七號你說你喜歡吃的 你很喜歡吃的 甜甜的 可以脆脆也可以軟軟 都很好吃的那個 八了 嘿 好看一看到底是不是呢 答對了 棒喔 很好 小朋友 剩下三張圖片 還有哪個水果沒翻出來啊 還有哪個 想一下 五號 六號 九號 好 那檸檬哥哥來幫你們 到底六號是誰 黃色的香蕉 那我們剩下 宜璇了 對不對啊 那他的好夥伴 黃色的水果在哪裡呢 回憶一下 二號 確定喔 確定 答案揭曉 沒錯 就是梨子 很棒 那還有一個沒翻開 記得是誰嗎 五號 沒錯 就是紫色的 葡萄 小朋友表現得很棒 給自己拍拍手 好 我們集合 集合 來回到自己原本的家 太遠了 那不是 這裡 其實藉由像今天這樣子 簡單的遊戲 也可以帶著小朋友 一起來認識水果 以及他們外表外皮的顏色 小朋友也可以跟著爸爸媽媽 一起觀察 有一些同樣的水果 可能也會有不同的顏色喔 櫻花姐姐照你這樣說的話 我的確想到了 像檸檬也有分 綠色跟黃色的檸檬 沒錯 那小朋友還有什麼水果 是同樣的水果 但是呢 卻是不同顏色的 葡萄 葡萄 有什麼顏色 不同的品種 所以就有紫色葡萄 跟什麼顏色的 動動眼睛 休息一下 不要走開喔 從小到晚都充滿火力 夢夢快樂 一起動動腦 大家好 我是糖果姐姐 我是夢夢 夢夢 你有搭過火車嗎 當然有啦 之前戶外教學的時候 老師就帶我們去坐火車 很好玩耶 那你知道在搭火車的時候 要注意什麼嗎 是不可以吃東西嗎 是不可以在月台邊玩耍 要是不小心越過了月台的警戒線 很有可能就會發生危險喔 知道嗎 夢夢 我知道了 糖果姐姐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下面的這張圖片 夢夢還有小朋友 可以告訴糖果姐姐 下面哪一種交通工具 是不能在軌道上面行駛的呢 這個我知道 是腳踏車 答對了 就是腳踏車 那腳踏車可以在哪裡玩啊 夢夢 腳踏車當然是在公園啊 在公園 或者是在家裡 自己家裡外面的院子 也都可以玩喔 那糖果姐姐 我可以在馬路上騎腳踏車嗎 在馬路上騎腳踏車 糖果姐姐覺得你的年紀還小 再加上馬路上的車子非常的多 這樣子很危險 所以糖果姐姐覺得 你還是要在公園玩比較好喔 嗯 我知道了 嗯 那夢夢還有小朋友 我們一起來看看下面的這張圖片 夢夢你可以告訴我 這是什麼職業的人嗎 哦 是消防員 可是糖果姐姐 這個消防員怎麼沒有戴帽子啊 嗯 對耶 她怎麼沒有戴帽子呢 小朋友還有夢夢 可以跟糖果姐姐一起幫消防員找出她的帽子嗎 那夢夢你找到了嗎 第一張圖片 是白白長長的高筒帽 是廚師的帽子 沒錯 第一張圖片就是廚師的帽子 那第二張呢 夢夢 嗯 第二張 有一點像安全帽 啊 應該就是消防員的頭盔囉 所以糖果姐姐 這個帽子就是消防員的帽子 沒錯 夢夢答對了 那第三張圖呢 夢夢 那是什麼職業的人在戴的帽子啊 哦 這個我知道哦 是護士阿姨的 之前感冒的時候 媽媽帶我去醫院看醫生 我有看到護士阿姨穿白色的衣服 還有戴這個帽子哦 嗯 夢夢 你全部都答對了耶 那小朋友 你們也都答對了嗎 那夢夢 今天的洞洞好不好玩呢 好玩 太好了 那下一次再跟著糖果姐姐還有夢夢 一起動動腦 找答案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霸霸霸愛跳舞 distress дуже很時候 怜邀的香皮糖 變成橡錢當亞大 閃閃的摩天輪 轉風 轉呀轉呀在天上 下火车轻轻轻唱 起地嘟嘟好香亮 快快来呀 排排队 手牵手呀一起挂 看天的月火好漂亮 天使外奔走叮叮当 换下个山一起唱 猫猫的乐园和大洋 喵喵的香皮糖 变成成千荡呀荡 山下那么天乱 转呀转呀在天上 下火车轻轻唱 起地嘟嘟好香亮 快快来呀 排排队 手牵手呀一起挂 看天的月火好漂亮 天使外奔走叮叮当 换下个山一起唱 猫猫的乐园和大洋 咱们这是最好的 则试游乐园和大洋 應該會有原因 為什麼喜歡去學校呢 因為有朋友 那妳跟妳的好朋友 在學校都喜歡玩什麼 玩玩具 玩玩具 那我們去學校的時候 會背書包 Hana妳的書包裡面 都會放些什麼東西 書跟鉛筆盒跟水壺 書 鉛筆盒 水壺 確定沒有別的了嗎 沒有 那現在我們一起來看看 下面這張圖片 Hana 還有小朋友 你們一起來看看 這張圖片裡面 你看到了什麼呢 鉛筆盒 有鉛筆盒 還有 書 書 還有什麼 水壺 水壺 跟Hana的書包 放的東西是一樣的 現在呢 Hana還有小朋友 你們要再觀察得更仔細 來看看 在這個書包裡面 放了幾本書 三本 沒錯 有三本 分別是 咖啡色 藍色 還有最下面的 綠色 Hana都答對了 小朋友 你們也都答對了嗎 Hana 姐姐問妳喔 妳的鉛筆盒裡面有什麼 筆 筆 還有呢 橡皮擦 橡皮擦 還有嗎 沒有 櫻花姐姐的鉛筆盒裡面 有很多東西 讓妳們來猜猜看 Hana妳覺得有什麼 有筆 有筆 還有呢 橡皮擦 橡皮擦 還有 妳覺得我的筆只會有一支嗎 不會 不會 沒錯 因為櫻花姐姐很喜歡畫畫 所以我會在我的鉛筆盒裡面 放了各式各樣不同顏色的筆 這樣子我下課的時候呢 就可以塗上不同的顏色 畫我喜歡的圖案 那現在我們再來看看 另外這張圖片 在這張圖片裡面 有一個東西 它不適合帶到學校 請小朋友 還有Hana 一起來找找看 Hana找到了嗎 找到了 是什麼呢 口紅 沒錯 口紅不適合帶到學校裡面 Hana找到了 小朋友你們也都找到了嗎 Hana 姐姐問妳喔 妳有沒有曾經去了學校才發現 啊 忘記帶東西 有嗎 那Hana很棒喔 櫻花姐姐提醒小朋友 如果呢 會忘記 有一個方法 就是前一天晚上 妳可以先把書包收好 把隔天上課要用的東西 放在書包裡面 這樣子隔天出門 就不會忘記帶囉 下一次再跟著櫻花姐姐 還有Hana 一起找一找 好 Bye Bye 抱歉 Bye Bye 抱歉 抱歉 Bye Bye 下一次 H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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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